大家好,我是狼妹儿 今天要来推荐的是日本神剧《世界奇妙物语》中的一个故事 故事选自于《世界奇妙物语》2016秋季篇 名字叫被贴了,一起来看吧 咱们的男主眼镜哥是银行的一名小主管 他自视甚高,一天天牛气哄哄的 这又要是他手底下哪个员工犯了错误呀 保证被他骂的是狗血拎头的 可能是和他的职业有关系 或者说本来眼镜哥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 有些企业跪着求他给自己办理业务 眼镜哥见此情况非常的无动于衷 并且会直接拒绝他们 某天晚上,眼镜哥打车回家的时候 被出租车司机多坑了几块钱 眼镜哥肯定很不开心呢 下车后就开始抱怨司机 说他只是会赚小钱的司机 没想到说完这句话后 眼镜哥的身上莫名的多了一个标签 上面写着挑剔的顾客 这一看就是司机弄的呀 而且标签后面还有司机的名字呢 眼镜哥觉得这是司机对自己不满意和自己开的玩笑 就想着把这标签撕掉算了 可是没想到这标签怎么也撕不掉了呀 可能是年性太好 眼镜哥也不想纠结这个了 把衣服脱掉不就好了 脱掉衣服的眼镜哥回到家里就去浴室洗澡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标签还是在自己身上 如影随形啊 想撕掉是不可能了 转天的时候 眼镜哥只好带着标签去上班了 半路的时候 眼镜哥突然想到 让别人帮助他撕掉标签的办法 他想既然撕不掉 没准别人可以呢 可是等眼镜哥叫别人来撕贴纸的时候 别人说我压根没看到你身上有贴纸呀 眼镜哥这回意识到了 原来这个标签只有自己看得见 那就带着继续工作吧 去公司之后 他给手下开了一个会 眼镜哥说话还是那么的自打冷漠 开会期间眼镜哥突然发现 一堆标签朝着自己扑了过来 想躲都躲不开 标签上写的都是员工对眼镜哥的看法 这些看法没一句好话 都是讨厌眼镜哥的话 眼镜哥这回也真的知道了 下属对自己的看法 原来之前说的好话都是鳄鱼奉承啊 真实的想法都是标签上的画 眼镜哥一看这样不行啊 怎么能多讨厌自己呢 自己要改变一下 于是他晚上请大家出去吃饭了 果然呢 这个改变还是有用的 眼镜哥发现标签上讨厌自己的画 全都变成了赞美自己的画 再去上班的时候 眼镜哥一改往日的作风 对待下属那是非常的友好啊 慢慢的 眼镜哥身上的标签从讨厌变成了赞美 眼镜哥希望标签全都是赞美自己的画 于是他时常就买东西给下属吃 希望每个下属都喜欢自己 某天呢 以前跪求眼镜哥帮自己办理贷款的一个老板 来到公司找到了眼镜哥 他再次给眼镜哥跪下了 但是眼镜哥是一个对待工作一丝不苟 甚至是很严苛的人 由于工厂业绩差 眼镜哥还是拒绝了帮助他们办理贷款 这一行为直接导致眼镜哥身上的标签 再次发生了变化 以前好不容易得来的赞美之词 拳头变成了恶毒的话 眼镜哥发现了之后 立马对老板态度变了 最后还是给他贷款了 老板开心极了 恨不得让自己全部的员工都给眼镜哥跪下 此时眼镜哥的领导给他打来电话 领导说他发现眼镜哥的一个手下 骗了银行的贷款 而这一件事 上头把主要责任都怪在了眼镜哥头上 谁让他不好好监图手下的 眼镜哥为了赞美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严格的监图手下 这才导致出现了很多问题 最终领导决定开除眼镜哥 眼镜哥虽然生气 但还是没对下属发脾气 临走的时候下属安慰他 他也一直在笑着面对呢 被此退后 眼镜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为了维持生计 眼镜哥只能暂时找了一份 在餐馆刷盘子的工作 此时他身上的标签又发生了变化 都是说眼镜哥一事无成没出息的话 这种话语还有别人嘲笑的嘴脸 让眼镜哥彻底崩溃了 他看着镜子里满是标签的自己 发疯一样的想要撕掉所有的标签 结果当然是撕不掉啊 能撕掉不早就撕掉了 眼镜哥无奈的看着这些标签 突然他发现了一张标签上 写着赞美自己的话 那是唯一一张赞美自己的标签了 这张赞美是来自那个工厂老板的 于是眼镜哥决定去找老板 他想表达一下自己对他的感谢 顺便也赞美一下他 可是到了工厂才知道 老板三个月前已经死了 老板的女儿还告诉眼镜哥 说自己爸爸在临死前都在感恩眼镜哥 因为是他帮助了自己的工厂 如果没有他工厂早就倒闭了 但眼镜哥一想到自己曾经那么对老板 心里就非常悔恨 尤其是眼镜哥一想到自己并不是想真的帮老板 只是为了赞美的话就更加的悔恨和内疚了 于是眼镜哥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 直接给老板的女儿跪下了 并且还流下了泪水 泪水滴在了标签上 接着标签一张张的就从眼镜哥的身上离开了 眼镜哥再也不用为了标签而困扰了 但是我相信经过这些事情以后 眼镜哥一定和以前的那个他不一样了 为了标签 眼镜哥失去了很多东西 工作下属还有以前的生活 标签消失后 眼镜哥找了一份司机的工作 对家人也更关心了 从此就过成了幸福的生活 电影就结束了 这个小故事还挺有意义的 你会给别人贴上标签吗 你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吗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做的孩子 我们下期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